他說他們已經拖還 是我的錯誤 導致我的貸款被凍結 如果我沒有還 我涉嫌騙袋 他不但要把我拉連針 他還要告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沒有錢還 到底是怎樣 他馬上告訴我 他有我家的地址 來各位你們看 現在不管你是打開Google 還是打開FB的社團 你們都會看到非常多 像這樣子的借錢或是貸款的廣告 他這邊寫免留證件 免連針 免保人 免照會 你沒有工作沒有新轉 你不需要勞保 只要審核一通過 就可以直接撥款 10分鐘就可以告訴你的額度有多高 我知道這幾年 也有很多人因為疫情也好 或是各種原因也好 缺錢 房租都快繳不出來了 小孩的奶粉都快付不出來了 學費繳不出來了 所以才想去借錢 但是找銀行 又因為自己的信用問題 或者是沒有工作沒有新轉 銀行不借 最終只能去選擇這種 線上的小額借款 反而被騙得一屁股在 現在你看到所有的這些廣告 一大堆網向華通通都是 不見得都是騙人的 但幾乎九成九是騙人的 我們現在隨便找一間 一百萬內快速審核嗎 直接講到來 你好 我想借款 阿到時候可能要用你的資料 哼 哼 哼 什麼 不是 不是 我去借款合理嗎 我怎麼都上說新聞啊 他一看到我就知道 阿拜託你不要來踢爆我啦 我也是換口飯吃啦 我也是要繳利息的 他就一直跟我講這個 所以一定是有你的 我們多加幾天 幫你多帶幾天 來到我們這邊 可以解鎖 有什麼不同的經驗 你在別的地方做事 你沒有這些機會 就是跟著我混的好處 你的人生更多彩多姿啊 更多貸款啊 更多壓力啊 更成功 壓力使人成長 真的帶下來的話 等一下就差一點囉 你請 好 有工作15到100萬 線上辦理當天撥款 我想借款 這個借錢往的 我們也來嘛 我想借款 應該有人回了吧 啊有有有有有 可以借多少 我急需十萬 他說你從事什麼職業 月薪多少 有無心轉 沒有心轉 我們要講沒有新轉 為什麼?因為大部分的人就是沒有新轉 前陣子疫情嘛 工作沒了嘛 原本是當藝術工作者 他本來就是沒有新轉 他這邊說要提供身份證 來幫你做審核 提交初審評估要3到5分鐘 稍等一回 我跟你講喔 其實從頭到尾呢 他根本就沒有要評估這些資料 他只是用這一個過程 來讓我們卸下新房 只是這樣而已 他說 他說借10萬本利貪還 12期的話每個月還8933 利息每萬元 每月60 0.006 提前還款 後面的利息也可以不用繳 好 我借了 欸 他太扯了吧 他直接就 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 什麼都沒有停 他就恭喜你出審評估通過了 打LINE跟我打一打 走到房間 邊打字邊走進去找經理 剛好打完是送出 剛好經理就開下去了 這樣嗎 這出審這麼快 這哪一間 他說 要我們 點開平台官方申請 你太怕了啦 來我們現在提交 我們借10萬塊 立即借款 合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已經被騙了 因為我們剛剛 在簽字的時候 他是沒有合約出來 一簽完你直接就有合約了 所以 這個合約有沒有本來是有問題的 他合約就有一條 他說 以方問題造成撥款失敗 由以方自己處理 如果不處理評估審查費 無法正常退回 譬如說你卡到訊息填錯 他也有可能是騙這個 也有可能是騙你評估審查費 也有可能是騙你不平等的合約 要你賠償他錢 都有可能 他說我申請了 他幫我提交加級審核通道 誒 嗯 太可惡了吧 他讓我等太久 因為已經等了 6分鐘了 對 發的這些人是多沒有耐性 6分鐘都不願意等 不是真的有點糗啦 沒辦法幹什麼事 而且 對啦 好像沒耐心啦 怎麼樣啦 你看怎麼樣再跟你們說啦 等一下 各位 他終於回了 您的申請已經過件 請登入平台提領 默認提現碼為123456 提領以後最快15分鐘入場 他居然是用提領的耶 什麼樣的時候你的貸款 不是撥款 是提領 來我們現在登入了 可提現餘額10萬整 我們直接提現 你的銀行卡哦 帳戶資金安全優 銀行保障哦 提現碼123456 提交 餘額直接歸零 他說最快15分鐘 最晚要1個小時才會入帳 等等看 15分鐘到1個小時 看他會不會入帳 你現在就有10萬 我們可以去吃海底老 你打開看有沒有 好 我查一下海底老的位置 我先定位 看看啊 我 嗯 沒錢 沒錢是不是 按屁啊 而且 更屌等一下 他說 臨時凍結轉帳 因綁訂帳戶信息不符 你綁地的銀行卡號填寫錯誤 請儘快聯繫客服解凍款項 如不及時處理 你也需要每期按時還款 哇 哇 哈哈哈哈 台底老已經訂好位了耶 我剛剛傳了一個照片 過去跟他講說 都沒有收到款項 結果他現在告訴我 銀行帳號填錯了 可是我昨天 翻帳號的時候 我是有螢幕錄製的 我確實是10...126... 他改成216... 他自己幫我改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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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是一口咬定 我提交的帳號是錯的 好我現在跟他說錯的 我跟他說怎麼辦 那現在說他要幫我提交修改 為了確保本人操作 您需要儲值2萬元 到您的平台帳戶 你的帳戶資金才可以解凍 各位 看到這邊已經很明顯了 這個一定就是詐騙 不管是叫你解凍 確認個資 還是說什麼各種各式各樣 奇奇怪的原因 就是要你把錢先付到他們的平台 接著 你就再也聯絡不到了 你的款項也不會下來 現在這個手法 跟之前的網路投資 追回金流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手法 那也有一種是騙你當人頭戶的 就是他真的撥款下來了 結果撥錯了 原本貸款10萬 他撥了50萬或100萬 跟你講說 你現在一定要把錢拿去還給我們 不然我就會告你 你就乖乖的把錢領出來給他們 但你們看到這邊可能會覺得 這種手法這麼粗錢 現在真的還能騙到人嗎 我必須要說 當一個人在身上沒有錢 房租要繳不出來了 下一餐不知道在哪裡 真的一點現金都沒有的時候 這時候你已經失去理職了 是真的很容易就會上當的 而且整個貸款詐騙體系 他們至少有超過10中以上騙法 有些片碼是非常合理的 每天至少有將近上百位的受害者 就只因為缺一點錢 最後反而欠了一屁股讚 我是簡訊貸款詐騙 簡訊貸款詐騙 貸辦貸款詐騙 貸辦貸款的這個方式是騙的 也滿好貨獻金貸款詐騙 新年創業貸款 好貸款的詐騙 網路上的貸款詐騙 網路貸款詐騙 網路貸款詐騙 它就是很像一般銀行會問你 你有什麼需求 你是不是要貸款 就跟我要一些正常銀行會跟我要的資料 它是復辦銀行的名義來跟我講 它說你先會的時候 我們會找我們專業的顧問公司來做處理 他們就約我去寫資料 寫完資料他就把資料拿走 過了十幾分鐘之後回來跟我說 你這個狀況我們可以幫你處理 但是會需要幫我寫個加分報告 要呈給銀行的主管 完全付一筆八千塊的 過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他就跟我說 上個加分報告有起作用 但是他們要幫我送另外一間 要再付一筆一萬三千 湊齊了之後拿去給他 終於過了 最後跟我要一筆手續費 六萬七萬左右 才能完成撥款 他自己就是沒有存款 去網路上找代辦 幫我美化我的帳戶 讓銀行可以通過這樣 他們叫我去雲端下載一個合同 簽名拍照給他們 後來他們就說 先不要去做存款 轉帳或查詢動作 他們要做帳戶的更改 隔一天我要去利用帳戶的時候 發現我的帳戶變成問題帳戶 後來資料都給他了 帳戶都給他 結果打電話找不到人 名下的五個帳戶 全部都被凍結 他們的流程真的跟外面的債款 沒有什麼區別 他就說你有一個三十萬可借的耳賭 會有什麼保證書 貸款會在自己的身分製作示範 一開始覺得怪怪的 可是後面想說 他都給這麼多資料 應該不會是騙人 然後就這樣被騙了 當下就不由 他就把資料都交給他 過了一天之後 他跟我說 銀行覺得你的貸款能夠審核通過 要有一筆金流進去 證明說 我跟你是有買賣的交易 他打了多少錢進來 總共打了三百七十十萬 分三次 假如他匯了三十萬 他就叫你領二十七萬 這三萬就是假裝你有收入 你再到ATM把三萬領出來 領出來的時候 到某某區域 當車手幫他領了三百七十萬 而且是用你自己的帳戶 對 原本他們貸款出來就是說 手機他們拿走 所以拿錢給我 結果他們拿到之後 就翻臉不認了 說錢已經拿給我了 實際上我什麼都沒拿到 我去參加加工展 跟他面談之後 總共花了一百多萬 那時候貸款不夠 他跟我講 那我去幫你創新的專頁貸款 後來到了店鋪之後 我看到他報表 他給我的物料費 是佔我整個營運成本的二十趴 這不包括我自己 另外叫的食材費用 加起來超過五十趴 我的人事成本 管銷都還沒包括 根本就沒有理論 就跟他講說 這個部分有疑慮 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不做 合約裡面有一個解約金 三十萬要賠給他 不然他們廢後的股東 也是有主人幫的 我總共有三種詐騙 一個是手機貸款 門號貸款 跟機車的貸款 你三個都中了 就那時候因為資金有困難 也不太敢跟家人講 網路上看到他們 我就去找他們 那邊有一個員工 說帶兩支 才會給我我想要的金額 之後我就被他載到 他們配合的通訊 就跟我講說 你等一下什麼話都不要講 就說我是你哥哥帶你來 手機在上他的車之後 就被他收走了 然後我就網路上看到別的 因為前面錢沒有借車 我想要把他一次請掉 我懂了 你的手機不但沒有錢 你還要繳這個貸款 對 然後你就再去找了另一個 我再去找了另外一個 就接觸到門號的貸款 辦的時候他們就說 我們跑這個案件 需要代辦費 來找我們借的 都是沒有錢的 或者是學生 那你們用繳門號的方式比較方便 他就帶我到台灣大哥大 他們裡面有一個配合的員工 你知道他辦5G手機 辦下來之後 我一出門市 他們的人就在外面等 就把我的商品收走 就變成說 我帶了一支手機門號 實際上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到 都沒有拿到任何錢 沒有拿到任何錢 我再去找了另外一個 他們就說 你有沒有車子 我說沒有車子 就帶我去買車 後面車行通知我 可以來取車 你也根本不知道哪台車 我也不知道哪台車 我原本想要喊停 他們那時候就是 阿你不是需要多少錢 阿你怎麼現在喊停 我那時候就說 因為我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他說阿這個本來就是這樣阿 你那麼沒耐心 他不要辦阿 我載你回去跟大哥講 他還拿開三道出來 他都到我就怕阿 我就繼續辦 現在其實有蠻多學生都被這個騙了 甚至有未成年的 他們會跟你講說 我等一下帶你去 你要說我是你的哥哥 通常他們在門市都是有內應 然後他們就找認識的 直接去門市幫你處理好 對 這三個分別金額是多少 手機的是10萬 機車的是15萬 門號的是6萬 21萬 13萬多 25萬3千 15萬 30萬 200萬 370萬 10萬 但是是無上限 無上限的10萬 因為他辦不夠 所以抽不到佣金 他就會有毀約金出現 這10萬塊 他要偶利馬拿出來 但是我不肯拿這筆錢 因為如果我有這筆錢 我幹嘛還找你 坐在辦呢 他是不是直接幫我載過去 他們的地點 10萬塊就是直接簽本票 你不借他不讓你找 你手機也不能用 你不能找人 是這樣軟禁 我說沒辦法 只能簽本票 他是10天10分 我還不完 到現在他還在幫你高利呢 對啊 我還不完 他們也上海有走過我家 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女人 她一直陪我吃苦 但是我後面真的拚我住 就逼著她走 就是說 自己的在幹嘛 然後另外一個人 陪我去撐打 為了就拚這筆錢 我做兩份工作 休息時間不到8小時 不過已經拚兩三六 我規劃的是說 每月還3萬塊 那是利息錢 如果薪水是5、6萬的話 最多再還1萬 嗯 我發現拚不住 最後變成是我連自己吃飯的錢 都是沒辦法 所以你每個月都給人家3萬塊 對 所以你還了他100多萬 去年6、7月的時候 我還因為這樣子疲勞駕駛之狀 鼓勵的都還沒好 Oh my god 天啊 你一個人住 我跟我放 他也不知道這個事 他知道 但他也無力去做 我懂了 一般的家庭遇到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從頭到尾 這就是個犯罪行為 你根本就不應該 去償還這個高利貸 這件事情 你就是透過法律途徑來處理 10天10分裂 你覺得台灣的法律 會承認這件事情 在這一段的專訪裡 我們發現 大多數的受害者一開始 都只是因為很小的經濟狀況 而掉入陷阱 可他們最終 不是變成了車手人頭戶 就是被迫欠下高利貸 從此活在恐懼之中 你在幹嘛 不要 變這個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 我好 那我關起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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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恐嚇我了 真的假的 他開始恐嚇我了 真的真的 他說 他說 他們已經脫 是我的錯誤 導致我的貸款被凍結 如果我沒有還 我涉嫌騙袋 他不但要把我拉連針 他還要告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啊 我沒有錢還 到底是怎樣 他馬上告訴我 他有我家的地址 不要 等一下 不對啊 蛤 是你家的地址 對 是我家的 對啊 我每次在那地址 什麼地址 那地址根本不是我 是你啊 那換你 我換你 其實你需要 閉一下風頭 好 有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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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你就在裡面先閉一下 好 應該不會很久啦 在裡面待個 半年吧 你的風都過了 你再出來 就沒事了 好啦 先這樣吧 拜拜 拜拜 其實這次會拍這個影片的 並不是要告訴各位說 貸款都是騙人的 我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貸款有非常多的陷阱 如果你不走一個 正確的貸款途徑的話 就可能會像前面很多受害者 本來只是缺一點錢 跑去線上小額借貸 結果錢沒借到 最後變人頭無人 不但沒有錢 還要背債 甚至有可能被關 非常多人是 他借十萬 結果轉到你戶頭 轉了五十萬一百萬 跟你講說 這個錢是多轉的 你沒有把這錢還回來的話 我們要報警要提告 你這樣子是詐欺 結果你就乖乖領出來給他 然後你就變車手 會有這麼多人被騙 就是因為 貸款這些事情 他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他是本來就真實存在的事情 他跟其他詐騙手法 最大的差別是在於 其他詐騙手法 是叫你去投資一個 很虛幻的東西 NFT 跟你說他會漲的虛擬貨幣 可是貸款 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 已經非常久了 用車子貸款 買車也是真實存在 所以就有很多詐騙錢 可能會這樣 我現在挑一台20萬的車 我幫你超額帶 帶到40萬 那你就有多出來這20萬的空間 我再幫你把你原本那台車賣掉 大概可以賣10幾萬 你馬上就有30幾萬了 但是超額帶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違法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們用這個方法之後 是連車子都沒拿到 錢也沒拿到 那你遇到比較好的 帶了40萬 他可能會給你10萬 他想說 省得你去鬧 他就付個5萬 10萬給你 叫你閉嘴 但是車子你也沒看到 或者是門號換手機 貸款買手機也是 這個都是真實存在的 可是 你用貸款的方式買手機 你在貸款沒有繳完之前 你是不可以把手機賣掉 如果你把手機賣掉 你就違約了 你就背信 當你背信之後 對方突然 手機也不給你 錢也不給你 開始恐嚇你說 我知道你家住職 是什麼幫派 什麼會的 你給我小心一點 你也不敢對他怎麼樣 因為你已經背信了 再加上他又是惡視力 所以你走正當的途徑沒用 你找惡視力 他也是惡視力也沒用 根本就沒有一個途徑 可以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 從頭到尾 就是因為沒有走一個正當的貸款途徑 才會導致這個局面嘛 基本上會被貸款詐騙的 就是兩種 第一種就是年輕人 第二種就是 雖然你已經不年輕了 但是你人生第一次碰到財務危機 然後你本身就沒有累積良好的信用 你平常也沒有一個儲蓄的習慣 沒有準備一個緊急的預備金 所以 當你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 你慌了 當你慌的時候 別人跟你說什麼 你就很容易相信 因為你想要儘快拿到錢 甚至在過程中 你可能已經覺得 這怪怪的 但是你選擇不要去相信他 所以最終才會是這個下場 你們看我前面拍那個手法 他最後不是恐嚇我嗎 但是他跟真實的貸款 非常的像 你知道差在哪裡嗎 是 他沒有打電話到我的公司 就差在這個啊 但是上面所有的資料 跟你現在去銀行的網頁 是真的很像 這些詐騙情緒 他就是會訪得非常像 還叫你要簽什麼合約 讓你覺得 你現在簽約了 所以他可以告我 沒有錢 他會怎麼樣 他就開始恐嚇我 那一般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多就乖乖的背這些債 就一直被恐嚇 當你被恐嚇 吐了第一筆錢 你就會第二筆第三筆 第一百筆兩百筆 你看前面專訪 有人還了三年了 還沒還到本金 還在繳利息 這三年他早就繳 超過他本金 不知道多少錢了 那就是高利貸嘛 其實那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可是因為剛出社會 不懂 甚至他家人都知道 但是因為人家是惡勢力嘛 走到他家人口 開始恐嚇嘛 開始威脅他家人嘛 所以他家人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甚至不敢報警 一直當人家提款金 一直當一直當 永無止盡 他本來好好的戀情 他也叫他女朋友離開他 他也不知道怎麼面對 他等於已經沒有自己的人生 他的青春就這樣耗了三年 然後因為他當了別人三年的提款金 各位你覺得 那些幫派分子會放過他嗎 如果我是那些幫派分子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因為他就是我的肥羊 所以他接下來要脫離這個神怨 他必須要花更大的力氣 才有可能離開別人的魔掌 但這些人他們真的有做什麼 傷害別人的事情 沒有他其實就跟大家一樣 他們是普通人 急需用錢才借貸 最終卻走到這個地步 所以為什麼今天我要拍這部影片 就是希望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跟還對貸款不了解的人 未來可以慎重的去看待貸款這些事情 我們人生這麼長 在這幾十年內 難免會碰到一兩次的財務危機 這也不丟臉 碰到財務危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卻沒有在財務危機來的時候 準備好要去面對他了 所以我才覺得應該要把這所有的陷阱 都提前告訴大家 讓大家可以提早做好準備 因為代反這件事情真的是 你在需要錢的當下 會非常容易掉入陷阱 別人要嘛就是 騙到你違法 然後再開始恐嚇你 要嘛就是別人給你下一個套 讓你違法 或是騙你說你違法 再有惡事例來對付你 不然就是給你下一個陷阱 用合法的方式來騙你的貸款 有非常多 剛出社會的年間他們想要創業 想要開飲料店 滷味店想要開什麼店 會去加盟展 但是有非常多的廠商 他不見得真的是要好好跟你做加盟 很多是讓你加盟之後 跟你講說合約載明了 你一定要用我的原物料 但是他卻沒有把原物料的成本 寫在合約上 因為正常你也不知道原物料成本 應該要寫在合約上 你也不會這麼小心 簽下去之後 店開了 青年貸款都花了 最後才發現 為什麼人家 同樣進一個原物料 只要100塊 為什麼我的要200塊 我的成本怎麼這麼貴 啊我錢都賺不回來 我只能倒 但是我現在要收 我還要賠我的約金 還要免費再送人家一間店 然後就是不停地這樣洗你們的青年貸款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品牌 每一個店家都這樣 但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你們 需要做青年貸款的人 代表什麼 除此創業嘛 所以你怎麼會在這個合約上這麼小心呢 要騙你們太容易了 稍微有點社會歷練的人 要騙你們 就是易如反掌 你們基本上就是肥羊 有多少人他銀行戶頭裡面 放幾千萬好幾個億 他就是靠洗這些大學生啊 洗這些社會新鮮人啊 讓每一個社會新鮮人出社會 就背幾百萬的債 然後當人頭戶 用他們的帳戶洗錢 有非常多的人就是靠這個賺錢的 因為賺這種錢 比努力奮鬥 經營一個品牌 好好坐在這邊拍影片 慢慢累積財富輕鬆他媽太多了 太簡單了 騙年輕人的錢多好賺 很多人有錢人 你看他們多厲害的跑車 多厲害的失業 你仔細查一下 到底私底下在幹什麼 都在賺這些奇跡購買商店害你的錢 因為台灣法律也很鬆嘛 他這樣做你告不了他嘛 當初是你自己要簽下這個合約的嘛 你就注定要背這條錢 所以 本來你面對貸款 面對合約就是要小心 你要多問 多看 多去了解 搞清楚這件事情到底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哪些陷阱 你都要了解清楚 不要簽下那些不平等的條約 如果有人是 你現在已經 萬劫不付了 銀行的信用也沒了 親友也不願意接你錢了 那我只能跟你講一個 非常殘酷 赤裸裸的真相 就是基本上你沒救 我奉勸各位 不要把自己的財務狀況 把自己的信用搞到這個地步 基本上如果你是那個樣子 你就去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高風險的工作 不是違法的喔 是高風險的工作 可以做工人 很累 像人家那個還錢的嘛 一天做三分工 他也還了幾百萬 人家有在努力嘛 如果你已經是那個狀況了 不要再想著可以去買你的奢侈品 可以去交女朋友 去夜店什麼的 都不要想完 你人生就是沒有那個娛樂 因為你把自己搞到這個地步了嘛 那就跟你犯罪 你要去關 是一下道理 你現在基本上 你就是只能過一個 做工的生活 慢慢把你的錢還掉 到你可以喘口氣為止 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你想要找其他的方法 那你就是給人宰給人片 宰到別人 最後發現他什麼都弄過了 然後就叫他去死了 給你送到國外去 隔個器官算了 就只有這樣 但是 我告訴各位 不要搞到那個地步 平常就是要有除去的習慣 你要準備一個急難的預備金 讓自己有穩定的工作 你才有新轉 在你緊急需要錢的時候 預備金也不夠了 才可以跟銀行借貸 辦信用卡 跟銀行往來 累積良好的信用 就算你被公司FIRE了 你的Plan B沒了 你還有Plan C 你可以直接跟銀行信用貸款 也是可以度過你現在的難關 本來 平常就是要做好這些準備 這樣假設哪一天 你真的碰到財務危機的時候 你才不會慌 才不會被人家宰 變成人家的提款機 呃 該講的就差不多這樣 真的希望一些社會新鮮人 大學生 可以把這部片認真的看完 好好理解這當中 所有的手法 怎麼樣養成一個好的儲蓄習慣 累積良好的信用 因為你們基本上就是貸款詐騙 最大宗的受害者 會拍這樣的影片也是希望 有一天如果我有小孩 他大學的時候 他當初社會 基本上一定很叛逆 不聽我的話 起碼到了那一天 我可以給他看這部影片 我不可能陪伴我的孩子一輩子 起碼我可以讓他們聰明起來 可以讓他們知道 怎麼樣避開危險 更慎重的去看待自己的財務狀況 更慎重的去看待 借貸這件事情 那麼 今天那影片就這樣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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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